这要求助有一只猫困在了树上 据求人说它已经在上面三天三夜了 一直在上面下不来 没有喝水也没有吃饭 其实这种情况据我判断它还可以再乘三天 我发现这个猫它很会做选择 它想到这一排最高的一棵树 并选了这棵树上最高的一个树枝 像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办法 也是最难的办法就是叫高空作业车 难的是叫高空作业车得花500块 我决定省它500块自己搞定 于是我现在树下面不及安全网 就算就是失败掉下来也有网接着 我的吊猫该长9米但长度不够 我只能站到梯子上才能勉强够的猫 凭借着我高超的吊猫技术 第一杆就套到了小猫的头 当时想着500稳稳的省了 大家都知道我猫的旋 救助从来不会这么顺利 就在我要收紧绳子的时候 小猫一缩脖子从绳套中挣脱了出去 然后小猫可能受到的惊吓又往上跑 跑到了最上面的树叉 这个树枝对小猫来说是防守的最佳电地 又高周围又全是树枝 绳套被挡住 心都生不过去 于是我们在绳套上摸着猫条 看能不能把小猫的头给引起出来 小猫确实饿坏了 疯狂前往的猫条 结果我赔了好几个猫条 费尸一个多少时 猫都快吃饱了 还没有套到 此时下面围了一群人 看这个小猫也都出手帮忙 有来帮忙穿网的 也帮忙同样干子的 终于小猫在我们的扫尸之下 往下走了一个树叉 我看到有机会立马把梯子搬到树的另一侧 重新站在妻子上 尝试去套它 死猫极其欠衫 我绳套到了它右边 它躲到左边 我绳套到了它左边 它又躲到右边 给我歪起了躲猫猫 两个都要是过去了 腿的妻子上都站罢了 还没有套到 我已经准备放弃 明天带上500块再来 但不知道怎么搞的 绳子挂在了树叉上 而且吸得很紧 我准备采用暴力手段 把小猫强行摇下树 反正下面有安全网接着 于是路人大哥帮我站在妻子上 一杆子骚扰小猫 下面我愿体中最大的小李 使劲拽绳子 疯狂摇动树枝 小猫依然稳如老鼠 动也不动 一同操作下来 猫瘤下来 人快费了 看来500块真的是不好挣 我又看到树对面的窗户 于是让小李上去 拿着杆子从窗户 向小猫输出 小猫在骚扰之下 又下来了一个树叉 到此时已经傍晚 人困麻烦并想删它 我准备再尝试一次 把握住这次机会 果然这次是个机会 他在的树叉 没有躲藏的中间 绳藏上去精明地套到他的脖子 把它固定在了杆子上 好心大哥已经拿着航空箱 准备好了 就等着拉下来 我虽然累 但很开心 毕竟省了500块 于是我把小猫拉了下来 非常平稳地落地 但就在距离地面 20公分的时候 干了断了 我这杆子300多块 一下子让我损失了300多 我更加的生气 好在猫没有跑 大哥帮我帮猫放进了航空箱 路人大哥家里也有猫 路过的时候 看到我们在旧猫 家也不回来 加入了我们 帮了大猫 特此感谢 而这个长毛梨花 我看了他就想到 他把我累了个半死 还损失了围根杆子 虽然生气 但我很大度 可以说是宽宏大量 正巧我猫的动物医院 躺也分远 开业需要剪蛋 别人开业剪彩 我开业剪蛋 此蛋一剪正式开业 于是我把他至高的荣誉 交给了弄动物干子的长毛梨花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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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